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3月24号 星期三 科州大屠杀是在3月22号 昨天 尤其我现在刚刚过了23号12点 所以我这其实还算是23号 在昨天的时候 在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 叫King Super的一个 不是 King Super的一个超市里边 最后死了10个 其中还有一个是警察 是第一时间赶到的第一个警察 然后跟他可能就是发生了交火 然后被打死了 昨天我一看到这个消息 我看到就打死警察了 我昨天我就说 我说嫌犯也被打死了 结果没有 嫌犯最后被活捉了 我当时就一愣 因为以美国来讲 只要像这种事情 警察一开枪 警察去了二话不说了 那就是气质咔嚓就打死就完事 我说这怎么会 昨天怎么会 嫌犯没死 警察到死 咱让我们看是怎么回事 然后嫌犯的信息 今天就公布了 是21岁的 叫艾哈迈德阿里萨 是一个出生于叙利亚的一个难民 三岁的时候随家人搬到了美国 他一周前才刚刚购买了他的AR15这个步枪 我之前我也说过AR15这步枪 我之前我买了一把我买了一把AR15 我也说了AR15这种枪 其实不是特别适合在城市里平民使用的 现在拜登他们要进枪 首先就是想朝着AR15开刀 其实也在这 这种枪 我当时我记得我讲枪的时候 我不知道看没看 然后我也说AR15这种枪实际上是美军打仗用的 其实是战场上用的 一般来讲 平民当中的用这种枪 你家房都不合适 就像我们这种小house 一枪打出去 说些实在的把你隔壁邻居家打穿了 打到隔壁的隔壁邻居家去 那种枪其实不适合在城市里使用 所以用这种枪 但是恐怖分子就特别喜欢用这种枪 你看美国好几次这个枪 一种都是AR15 上次从酒店 就拉斯加斯这 从酒店往下面打这听音乐会的 也是用的AR15 这种枪打的距离远 然后威力大 他买的是Ruger的AR556 我看了一下 这根还行 这个枪买的 因为Ruger的AR15 还算是比较好的了 价钱差不多在1000美元左右 上一次 右派保守派 他们不是搞大游行 就是弗洛伊德被跪杀的时候搞大游行 有一个白人男孩 17岁的一个白人男孩 拿着枪在马路上帮着商家保护 做的安全 然后被人围殴 然后他开枪 然后他在前面跑 不后面有人追他 还有一个拿着什么滑板砸他头 他扭过手来给他 拿滑板砸他那边给他一枪 然后还有一个拿枪 他打了他胳膊一枪 他当时拿的是 应该是Smith-Melson的MP15 那个枪就比较便宜 那个枪差不多就是七八百美元 七八百美元的样子 他拿的这个差不多在1000美元左右 比那个还要再好一点 还要再贵一个档次了 Ruger的枪做的还不错 质量普遍来讲是不错的 他还可以 还行 买了Ruger的AR556 刚买了一个星期就搞了这么个事 21岁也很年轻 FBI表示 说已经开始关注到阿里萨了 就觉得他可能有问题 因为他与另一个受到调查的人 有密切的联系 为什么调查那个人 警方就没有说 但是反正你看 他是一个21岁 他三岁从叙利亚过来 然后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 一个穆斯林的一个教徒 他在网上经常 当然他现在的社交媒体已经被关闭了 但是有很多的媒体拿到他之前的 社交媒体照片的截图 结果发现他有很多这种狂热的 穆斯林的这种言论支持穆斯林 然后当然就是反川普 大骂川普 非常讨厌川普 骂川普的话 知难听 知浅显 到了我没法翻译给你听的地步 你自己去看一下 他骂的内容词 我本来想看他骂的什么 我说给大家讲一讲 我一看的 好 这叫哥们道是直接 我一看这得了 这我也说不了 这真说不了 你自己去看他 他骂的是什么得了吧 他骂了 那没法说 那怎么说 都带着生生气走的 对不对 一个字都说不了 报不了 好不好 大骂了川普 然后支持了穆斯林 他在2019年7月的时候表示 他说如果这些种族主义的这些人 伊斯兰恐惧症患者 很多人都很害怕他们 很害怕的这些穆斯林 害怕的这些伊斯兰 你看美国以前不就有一个YouTube 不要一个视频 一个人 就是说一个年轻人 拿一个背包到那之后 把那背包往那一扔 扭手就跑 大家看看他 不知道什么事 没有人动 然后他扮成一个穆斯林 穿一个白袍 拿个黑色包往那一扔 扭手就跑 那帮人吓得就开始各地跑往垃圾箱里躲 或者直接有个湖 就跳湖里去的 你知道吗 就都是 对不对 所以的确是有一点 我们也承认在美国有一点的这种伊斯兰恐惧症 对不对 我要在纽约坐地铁 如果是两个打扮成穆斯林那种 然后比如说下了地铁 没拿包就直接下去了 我就赶快下去了 你懂我意思吗 这些说让我就不做了 我也赶快下去了 你要是别的人 我可能说 你忘拿包了 对不对 我提醒他一句 我要一看这个 我带我老婆赶 咱先下去吧 这边先别做了 对不对 所以你懂我意思 对不对 狄气血血是有那么一点点害怕 当然有的人就说 你们这些人就是种族歧视 你们伊斯兰恐惧症 他这个东西 他是这样子 你知道吗 我们不能说每一个这种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 但是几乎每一个恐怖分子他都有信仰 你知道吗 对 你懂我意思 对不对 所以你说这东西到底是因为我们害怕你们导致你们成了这种 还是因为你们先成了这个之后才让我们害怕 对吧 这个东西 我觉得要怪 冤有头债有主 应该怪本拉登去 对不对 还是由于本拉登导致的 对不对 这个东西你说怪川普 我其实不是特别怪得着 对吧 咱接着说 他说如果这些种族主义的伊斯兰恐惧症患者 能够停止黑客攻击我的手机 让我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我就解脱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这些人就黑客攻击他的手机了 但是FBI的确也说在调查他 但是他这是2019年的时候 我不知道那时候FBI就能调查了 如果FBI在调查他的话 FBI有可能黑进了他的手机 这个是事实 但是FBI为什么要调查你 你也要考虑一下对不对 FBI调查你可能他是有原因的对不对 FBI说实在调查 你还调查晚了 我觉得早上调查 没人还没这事了 对不对 我觉得FBI还是失职 对不对 到底天下在搞什么鬼 每次都是出了事了 说这人我们在调查 在我们的名单上 在你的名单上你在调查的话 他怎么买的枪 你就别让他买枪了 对不对 我都不知道FBI在搞什么 阿里萨的哥哥表示 说阿里萨有偏执狂 说他的这种行为并非出于政治动机 他说我弟弟就是个精神病 他说精神病 跟我们穆斯林没有关系 跟我们是叙利亚难民没有关系 跟政治没有关系 就是因为他精神有问题 是个精神病 我听了之后 其实我不是特别能赞同他哥哥的这种说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刚刚我提到了埋下伏笔 我就跟你说 我说他打死一个警察 他竟然没死 他怎么会呢 就美国那警察 你把打死警察来了 二话不说叮咚叮咚叮咚 就给干死了 对不对 怎么会是这样 他在屠杀之后 打死了一个警察之后 他跑到了超市里边 有一个过道里边 别人都看不到的地方 他把他的AR15步枪放下了 把他的手枪也放下了 他拿着手枪 拿着他的AR15步枪 他还穿着防弹背心 东西可全了 为什么跟警察对射 把警察打死了 他没事就在这了 他有防弹背心 有手枪 有AR15步枪 他到了超市的一个过道里边 找到一个没人看见 把这东西全脱了 然后只剩个内裤 好像还穿着个袜子 就剩个袜子和内裤 剩下全都光了 然后举着手 出来的投降 警察没啥开枪 你就他光着 光一个内裤一穿袜子 你怎么开枪 对不对 他只要还拿着他的AR15步枪 或拿着手枪 那肯定就打死了 说明他是非常聪明 非常清楚的 他在之前就想好了 自己要怎么办 进去之后先杀 杀完之后把衣服都脱了 光了之后出来投降 你们不能打我 拿没辙 所以他就说 就活下来了 所以说这个人 有精神病吗 他很蠢吗 我看不是 这是一个非常的精心 策划的一次恐怖袭击 而且他这个人非常的冷静 也非常的聪明 这一点不像是一个疯子 这不像是一个精神病 这个人 知冷静 心思知缜密 知计划周详 我觉得 如果他现在的 就是他哥哥也好 谁也好 想以精神病帮他脱罪 因为可能精神病可能就脱罪了 精神病不用坐牢 去住精神病院了 想以精神病脱罪的话 就这一点我觉得就说不过去 如果我是陪诊团的话 我接受不了 你精神病拿着枪你出来 跟你查拼的精神病 你进去之后把衣服都脱光了 然后我没事了我出来自首 你杀万人出来自首了 你可真够聪明的 你可真够清醒的 你可真够冷静的 让我觉得是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你说 这是一个没有政治动机的 没有宗教背景的一个恐怖袭击 只是一个精神病的话 这个来讲 我就以他的行为来讲 反正我个人接受不了 别人你们能不能接受 是你们的问题 好吧 然后大家说 白左这边就疯了 就开始说 你看要进枪进枪进枪 就进A25 要进突击步枪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说 比如说 假如说 他昨天不是用了步枪 他如果拿菜刀砍死人了 那是不是全美国就开始进菜刀了 以后我们不许用菜刀了 对不对 就这个杀人的 到底是菜刀还是人 是叙利亚难民杀的人 还是AR15步枪杀的人 是不是AR15步枪自己从枪垫跑出来了 到超市冰着波朗杀了 然后躺那了 好像不是吧 是叙利亚难民杀的人 对不对 所以拜登现在呼吁全国范围之内禁止使用的突击步枪 要完全进枪 进AR15 然后拜登当了总统之后 第一道行政命令 就是解禁了川普时期的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 当时川普进了七个穆斯林国家 不许他们签证过来 拜登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解禁 而且现在在全美国大肆的欢迎这些非法移民和难民 整个的美国美墨边境 现在是一团糟 每天进来几百个满马路满网都是这种照片和视频 你自己去搜 你看看边境已经成了什么样子 然后现在还要再发绿卡 要给他1100万要解决绿卡 朝着这样子到今年夏天之前 美墨边境就要再进来100万 你现在账面上有1100万非法移民 然后再进来100万 你到今年年底怎么办 你到底要进多少 然后还要去中东接受难民去 中东现在接受难民好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川普时期把ISIS都干掉了 中东现在没难民了 但是没有难民是因为川普现在治理的好 但是你相信我 拜登上来没有两年 中东就又会有难民的 懂吗 拜登这种政策搞 恐怖袭击难民又全都回来 整个跟奥巴马时期 奥巴马时期也是民不聊生 各种恐怖经济 不光是美国 欧洲 都是ISIS在整个的中东发展状态 而且在全世界支持这些恐怖主义 川普来了 三下五双 全部消灭干净 整个中东都和平了 都安定了 而且以色列跟中东好多个国家 开始建立这种外交往来 对吧 整个中东开始趋于和平 为什么我们说应该给川普一个诺贝尔和平奖 奥马时期 整个中东闹成一团刀 全世界恐怖袭击 法国多少次恐怖袭击 美国多少次恐怖袭击 然后给了奥巴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 川普倒没有 这个世界已经乱了 这个世界已经黑白颠倒 谢斯底底了 白左现在把这个世界整个已经把白变成黑了 现在都不是白左 他们是他妈黑左 搞成了这个样子 然后呢 又来了 现在呢 人死了 杀了人 不怪凶手 怪他妈步枪 那以后 那你检察官来 你别起诉他不完了吗 你起诉就把AR15不完了吗 对不对 你把AR15当被告不完了 两个被告不得了吗 一个穆斯林 难民 另外一个是把AR15步枪 两个被告把AR15摆在被告席上 一起告他 然后弄个监狱 把AR15跟他们的监狱里做了 而且不完了吗 对不对 那以后呢 怎么样呢 那以后这帮恐怖分子 然后菜刀砍 我以后还没菜刀 还没有菜刀用了吗 那菜刀不能用了之后 那怎么办 锅盖吗 他以后没有菜刀了 拿那个铁锅敲 敲死了一个 那以后我来饭都没法吃了 我都不能做饭了吗 对不对 菜刀和铁锅都没了 你这么搞跟新疆有什么区别 新疆那个菜刀也都是明治了 还是得朝人下手 不要去怪 你不可能那个监狱里边把全国的AR15都搁监狱 再弄一个监狱把全国菜刀搁进去吧 对不对 你还是人的问题吧 对吧 说实话 以前我们讲中国问题 我经常说中国的体制不改革 这问题解决不了 后面还得来 今天我告诉你讲美国问题 我告诉你 拜登只要当总统 民主党还是当总统 你相信我就这事完不了 后面还得来 肯定有 你看着 一出接一出 而且现在是干什么的 还是玩命的引进这些难民 非法移民 这些人后面肯定还会再惹事的 肯定完不了 你们等着 后面有大乱子 而且中东肯定得乱 拜登要不把中东搞乱了 不跟奥马马一样 真的见了鬼了 真的 白左的执政和民主党的执政 对整个世界 今天我们讲的非法移民 说这一两个月已经近来十万非法移民了 德州的州长也说 说拜登和白左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对整个人类的伤害 你相信我这么搞下去 中东乱了之后 不光是美国遭受恐怖袭击 欧洲的恐怖袭击也会重新复苏的 全世界的人都会受到伤害 我们必须要想办法 要从白左 从这种社会主义分子 从这种其实变相的 这种共产主义分子手里 拯救整个世界 拯救人类 这件事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